耶稣因圣神的得能 回到加里勒亚 他的名声传遍了宁静各地 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受到众人的称扬 他来到了拉杂勒 自己承受教养的地方 找他的习惯 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 并站起来要诵读 有人把伊萨伊亚仙之书递给他 他睡展开书卷 找到了一处 上边写着 上主的神宁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付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全报喜庆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忙者宣告复明 使压迫者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他把书卷卷起来 交给士义 就坐下了 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 他便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呢 众人都称赞他 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 请不吝点赞他